寒流提早报道 好天气一过晚上12点就开始变天了 气象局表示 值得风便通过及寒流迅速南下天气奏变 气象局针对了全台湾有19个县市 包括东半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而花莲凌晨平均风力有6级 最大阵风达到9级 造成市区有露宿电缆线被吹断 而跨年晚会的会场部分 棚架也被吹翻了 所幸没有传出任何意外 而工作人员一大早也赶快进行整理 昨天的好天气一过晚上12点就开始变天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寒流提早报道迅速南下 30日开始越晚越冷 气象局也针对局部地区6度以下气温 发布橙色灯号 包含东半部地区 而花东地区30日跟31日两天 低温也将来到摄氏6-8度 提醒民众留意气温变化 出门备好保暖预寒衣物 大概从2点的时候 我们整个风大概就起来了 然后在2点半大概30几分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风速平均风是最大的时候 大概就在2点30几分 3点的时候 然后它平均风大概来到12点6 12点6相当于六级风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3点1分的这个时候 最大的阵风也来到了22点2 每秒22点2公尺 然后相当于阵风大概就是风速 普及风大概就是九级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今天的平均风 大概都一直落在 差不多在五六级一个情形 然后阵风大概也差不多在九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阵风基本上已经往下挡了 大概就没有像清晨那个阵风那么强了 然后未来可能就看这个高压出海的情形 不过今天整天应该高压梯度都是蛮强的 所以温度还是会降 然后我们预计最冷的 大概就是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 由于东北风明显增强 气象局也针对19线市发布路向强风特报 包含东半部地区 尤其花年在30日凌晨 平均风力约有6级 最大阵风达到9级 导致跨年晚会会场一排的同价也被吹翻 所幸没有传出任何意外 工作人员今早也进行整理 台湾各沿海空旷地区及各里岛 有8至11级强阵风 海面浪高可达5至7米 提醒海上作业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记者讲方言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